杂花最容易遭的种害一般都是戒壳虫为主 还有牙虫也是比较的严重的 像这种情况的话 遭到戒壳虫或者是牙虫的话 咱们就要用一种比较快捷的方法给它杀灭 如果是牙虫的话 它会在嫩烧上吸取一些汁液 所以就造成了它不生长的情况 所以一定要继续给它做好防治 这样它排泄出来的这些排泄物也会引起这种阴霉病 另外戒壳虫的话它的种类是比较的多的 而且它每年长出来的轮也是比较的多的 它也会把嫩叶的营养通通吸取走 所以也对杂花造成了不生长的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到这种沙虫水乳剂 给它喷一喷是比较好的 它对这个借壳虫牙虫是可以起到很好的杀灭效果的 这么不用给它兑水 就是直接每七天给它喷洒一次就可以了 喷洒最要是早上喷一次 还有傍晚给它喷一次是比较好的 这样连事喷洒三到四次就起到很好的杀灭效果了 所以家里养的杂花出现一个借壳虫或者是牙虫的话 也不要着急啊 就是使用这种方法给它防治就可以了 这样你就可以把它养得很好了 好了这期节目的主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杂花防虫 好了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